歡迎收看《醫師好辣》 好 節目開始 馬上歡迎我們今天四位帥哥 《好辣醫師團》 好 我們今天上來吃的來賓 好 我們講到這個醫學名詞 常常會讓人搞得一頭霧水 但是只要聽到 晴天霹靂 就以為自己得了絕症 心情當到谷底 自己把自己嚇死了 良性的嚇成惡性了 對 所以不要太緊張 這有時候往往呢 聽到腫瘤嚇到 到最後呢 結果是烏龍一場的也有 好 我們就來看看 今天我們醫師怎麼教大家 怎麼樣來分辨 第一個是 腫瘤不等於癌症 疫苗認識好壞腫瘤 有好腫瘤 好腫瘤就要留著嗎 真的 良性腫瘤 像青春痘 脂肪瘤 這種都是良性的腫瘤 那一般的癌症 但沒有講說 你臉上長一個腫瘤啊 青春痘會嚇到啊 對 可是實際上 它在醫學的專業名詞上 它是腫瘤的一種 也是腫瘤 所以不要說一聽到腫瘤 我就很懷疑說 我是有沒有什麼癌症啊 不自治症這些問題 那因為我今天講的 特別是在甲狀腺的這個部分 那大家會覺得說 甲狀腺很難懂 甲狀腺長腫瘤的人 就覺得很可怕這樣 那實際上呢 如果它是一個良性的腫瘤 一般就是所謂的結結 就是實心的 你把它拿下來丟會痰的那一種 那如果是囊腫的話 就裡面是水泡 甲狀腺癌呢 其實最常見的 反而是排名第二的這個 乳涂癌 乳涂癌 隨之癌會分化癌 它是實心的 最上面的這個 綠泡癌 反而裡面是我們剛才講的 有一點會跟 狼腫搞瘋 裡面很多水水的 所以一般來講 如果說你去做超音波 醫生告訴你說 你甲狀腺有腫瘤 有結結 絕大部分是不用太擔心 它就進一步的一個 追蹤觀察就可以 我自己是一個六十歲的一個女性 那她之前也是因為就是說 被人家診斷 你甲狀腺有水泡 那她就講說有水泡 她就去抽 可是比較回憶的就是說 她已經抽了第四次了 隔了大概差不多兩三個月 就會再長出來 但是因為她本身是 常常在跟人家講話溝通 她很擔心就是說 她去動了甲狀腺手術之後 以後會不能講話 真的會擔心 而且很愛唱歌會不能唱歌 可是她家人就跟她講 這樣子你抽了四次 還一直有這些問題 不行就找來我看 超音波的時候 裡面就是有水泡沒有錯 有所謂的囊腫 但是一般我們所謂的囊腫 是單純一個房間 它裡面的房間隔了好幾個 還有分出租就對了 這麼大間 那有很多隔間的時候 其實它就有機會 是跟濾泡癌有相關 濾泡癌比較討厭的就是說 假如說它是中等的一個惡性的話 其實常常看不出來 那後來我還是建議它 無論如何還是把它開掉比較好 那反正好說歹說 最後開出來 真的是所謂的一個濾泡癌 那這種濾泡癌 如果說你一直放著不管的話 它會跑血腥轉移 它會容易跑到肝臟 肺臟 以後之後問題就會變得更大 是是是 大概是這樣 那結結啊 良性的結結 它有可能自己消失嗎 因為甲狀腺這個部分 其實是一個很動態的東西 它會都會分泌激素 所以有時候比如說你最近身體 比較累 它必須要做工作比較多的時候 它可能某個工廠 它就稍微把它稍微增鑑一下 你看起來就會像一個結結 所以有時候 為什麼每次我們都說 壓力大過勞過累都容易長結結 反而我休息過一段時間之後 這個會不見 對 那就是它在反映你身體的 一個狀況 這次就要聽我餵一餵 怎麼了 怎麼了 妳怎麼樣 妳是女強人啊 我跟妳說八宰啊 真的 就幾年前 幾年前我真的好慘喔 怎麼呢 因為你去看我就是一個好動寶寶 我就是停不下來的一個人 對 就是我除了排工作 平常就是運動 然後做很多很多有沒有的事情 要把它弄到很累 然後回家睡覺 隔天又日復一日這樣 但突然間有一天開始 我就發現 我好累喔 就是我怎麼睡 好像都睡不飽 然後即便是來錄影在現場 我集中力好差 然後一直覺得自己哪裡怪 體力也很差 也沒什麼力氣 我就想說 應該是身體有出什麼問題吧 我就去醫院檢查 可是妳也不知道它是什麼問題 因為妳沒有一個很明顯的症狀 所以妳就每一顆都掛了 就是這一顆轉這一顆 這一顆又轉那一顆 我連什麼 什麼腦神經外科 什麼乳房外科 然後耳鼻喉科 什麼他們全部都找不出原因來 只能說妳疑似是什麼事情 像那時候說妳疑似咽喉嚴 還是什麼妳疑似什麼 他們沒有一個正確的答案 然後是一直到耳鼻喉科 然後她疑似咽喉嚴 我們就治療咽喉嚴 確實喉嚨也有發炎的狀態 然後我們就吃藥 然後幾個月過去 我狀態完全沒有改變 就是不舒服的感覺都沒有改變 然後她有一天就幫我促診 就在門診 她就這樣摸了我一下這樣 終於好了 然後她說 然後她說 感覺妳脖子裡有東西 然後我一聽到 當下也是你知道 我心都涼掉了 我想說脖子裡面有什麼東西 她說妳先不要緊張 我先幫妳去找拍 超音波海什麼東西的 妳先拍了再說 然後排了 去拍完出來真有東西 而且好像還五六個東西 這麼多東西 有五六個 所以妳都沒有摸到過 妳平常自己洗澡 妳沒有深層去壓還是幹嘛 她不是表面的 她不是在表面 你是摸不到她的 她是要真的他們醫生的手感 我不知道 跟哪個摸牌一樣 結果醫生摸她的脖子 經過之後這個 侯中 醫生是這樣摸的 當然是惡秉喔 好會喔 反正就摸出來了 那摸出來之後 她就說她安排我去做 因為妳雖然照出來 但妳不知道她是什麼東西 她就也會擔心 所以排了一個穿翅去做 其實我當下真的是 我覺得完了 天天霹靂 我的人生 我才幾歲 對 我的家人 對 我的事業經營得這麼辛苦 對 不可以在這邊畫下句號 就開始跟人家借錢啊 對 是耶 然後隔一禮拜 她那個結果出來了 就是她是說是 是節節 是良性的東西 然後我就說 那為什麼突然會有節節 因為從來沒有啊 她就說因為妳 壓力太大了 然後太勞累了 她說妳這個是 妳就算吃藥 也沒有辦法讓它完全好 她說妳必須調理自己的作息 所以我只好很任性的 妳知道嗎 頭也不回了之後出國放假 阿姨 做這個壞我的病情啊 所以就好了 就是 她也不會不見 就是有時候 其實我只要太累 工作太忙 其實妳自己稍微自摸 妳還是可以感覺到她 可是妳只要休息 妳就會覺得 她好像又不見了 那我現在就是 可能每半年 就去醫院看一下 她的狀況 像雨柔這個就是很典型 回到 回應到我們前面講的 就是說 當妳甲狀腺有腫的時候 有時候就是因為 妳過度的一個勞累 雨柔這一種 一聽很多科的那一種 很少是癌症 因為絕大部分 它這種全面性的變化 絕大部分還是壓力 然後導致妳內分泌 需要去應對它 而產生出的一個表象這樣 那如果是良性的 什麼時候 要建議 要外殼建議 要拿料 第一個就是說 她已經有壓迫到 妳的氣管 讓妳常常會咳嗽 不舒服 雖然她是良性的 或者是她讓妳很大 讓妳吞東西 常常就喉嚨卡在那邊 另外一個就是說 她突出來外面 妳覺得表真不是那麼好看 那我自己分享的案例 就是一個二十歲的一個女性 那結果這個二十歲的女性 她是單一個 她每次只要比較勞累 她就鼓一塊出來 她瘦瘦的 那她覺得很不好看 那我們每次抽 我說妳這麼年輕 這一看就只是單一個 也沒什麼房間 我們不要開 可是抽完之後 她只要壓力比較大比較累 然後就又鼓出來 她說她總不能每次跟男朋友出去約會 然後都一定要弄個絲巾弄個什麼這樣 那後來還是去把她手塑掉 那當然結果出來還是良性的 那最後一個良性的需要開刀的是 因為抑制甲狀腺素的藥 很多人會過敏 吃了常常皮膚癢不舒服 萬一妳對於這個藥物 真的沒辦法耐受的時候 這也是良性其中一個要開刀的 開刀的 對 但是很奇怪 甲狀腺素的問題 多半都是發生在女性 對 女性的比例比較高 是不是 一般總的統計起來 女性發生甲狀腺的問題 是男性的三倍 所以你要這樣 男女還是不公平 所以我們就換太累 所以我說 快 妳要不要先坐著 坐著 坐著 我之前是遇過一個 三十五歲的女性 然後她其實就是 一大清早她就跑來急診 她就說妳哪裡不舒服 結果還沒有講話 我就看出她哪裡不舒服 因為她脖子這邊整個腫一個 是 一個跟 一個雞蛋還要大 是不是我們以後小時候講 對 可是她 我就說妳這個 她就在那邊比這邊 我說妳這多久了 她說昨天晚上睡覺前還好好的 然後今天一早就一顆 像雞蛋那麼大 雞蛋還要大 然後她就很不舒服 她一直在那邊乾咳乾咳 她說 所以我就查資料 就發現說 她其實前一天 才剛去隔壁的醫院 做了一個細針抽吸 然後她就一想就是 不是感染就是出血 是 那我們就匯診耳鼻歐科 耳鼻歐科就說 那我們先做一個電腦斷層一看 看了之後就是 它裡面有一個囊腫 它裡面的水有分層 看起來應該是有一點出血 對 那我們就匯診耳鼻歐科 之後她就說 這個出血 要不然先打一些止血的 先看看 到時候如果沒有再變大 自己吸收掉就好了 對 那我們就開始幫她打止血針 結果過四個小時之後 她就一直按叫人鈴 然後一直在那邊咳 我們就跑去看 就發現更大 整個 而且有點往下面跑 然後就整個壓迫到 然後她就很不舒服 因為她只要一躺下來 她就很不舒服 就是快傳不過來 後來耳鼻歐科看一看就說 好啦 現在還是一直在流 因為狼腫越來越大 然後一直壓迫到 後來他們就抓去開刀 開刀之後學弟就說 它裡面其實就一點點在滲血 只是因為它在水流裡面 所以她沒辦法自己止血得很好 也壓也壓不到 沒辦法止血 對 所以就一直流 那手術其實還滿順利 一兩天之後就準備要回家 所以她學弟就跑去跟我說 你知道你前幾天那個脖子 腫起來那個 她說她要去告前一個醫生 跟我Copy整份的病例 這樣子喔 對 然後可是學弟就說 可是我後來就跟她說 其實你這個本來細針抽吸 它的併發症就是包含感染出血 對啊 那這個同意書上面其實都有寫 然後你有寫過那個同意書 老實講 你告也告不成 那你這個到時候 又要去找律師什麼更麻煩 對 學弟跟他講一講之後 他就打消念頭了 對啊 其實有時候細針抽吸 有的人還滿常做的喔 有的人腫起來不舒服 其實就會去抽 只是偶爾還是會遇到這種 不小心之後 就會有一點出血的一個情形 更多大家覺得困擾的就是 其實我現在列這個只是說 常見的啦 是 幾十種 非常複雜 女生真的比男生複雜很多 真的喔 那這個我們講常見的就好 常見大家都聽過 黃體流 濾泡流 那個叫 就是隨著月經週期 它就會出現然後消失掉 這種一聽就知道 百分之百是良性的 那裡面也是水狀 所以醫生有時候 也跟你講水流 那另外一種叫單純水流 就裡面都是液體的 惡性率也是非常非常低的 可能連0.01%都沒有 很低的 但是就像剛剛說的 假設裡面發現說 這個不是單純一顆 裡面有兩房一廳 一儲一側 二房兩廳的 那就小心了 那醫生就會去查他的血流 那這時候會知道 是良性 惡性 所以一般的血流 你就不用太擔心 如果是這樣的話 醫生會跟你說 這個可能要處理 要下一步檢查 那另外就是 巧克力腸種 巧克力腸種就是大家都知道 最普遍的 很普遍的 就是月經血激在裡面 所以我們有時候稱它為月經瘤 雞胎瘤也有不少人有 那這個 這個雞胎瘤其實是一種 良性的生殖細胞瘤 我們現在 接著講惡性的 惡性卵巢癌 85%都是上皮細胞癌 就是上皮細胞 那也有是生殖細胞 裡面的生殖細胞 那個長的 那良性的有種類很多 其中一個叫做雞胎瘤 那惡性的種類也很多 這裡面都還要分類很多 這裡面也分很多類 你說有幾十種嘛 對 幾十種 很複雜的 像小胎瘤那種比較那個 大家都忽視掉的就是說 是 一千大概 幾千個大概七個 是喔 將近一百個將近一位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大量的卵巢癌 甚至有人說高達四分之一 或五分之一的卵巢癌 身上可以發現它以前有 子宮內膜異味症 以前有巧克力囊腫 我舉個例子 這個病人是一個 來找我是四十五歲 是一個醫生 他在開刀前跟我講說 我有一個病人最終了十年 巧克力囊腫 那每年都來做抹片的時候 就做超音波 但這一次我感覺怪怪的 這一張圖 後來我看一下說 第十張圖 確實跟前九張都不一樣 因為他門診真的 長期追蹤這樣不容易 三十五歲 追蹤到四十五歲 那這病人就堅持不開刀 他就這樣一直把他擺著 到第十年他說這個圖 我說這個圖看起來是怪怪的 這個我感覺 這個跟前面都不一樣 我高度懷疑是癌症 後來開完以後 我跟病人說 你真有耐心 這樣追蹤了十年 他說 這個因為他也沒什麼大 你知道嗎 沒什麼大 他的經痛有症狀 但他吃了藥 他吃那個 也都有改善 也沒有特別大 沒有特別小 就一跑就這樣子 所以他就 但是他說他始終不知道 他以後會變成癌症 他是後來發現 他還去要做化療 只是我問他說 那我現在想想 問你一件事 這不是醫學問題 你會不會後悔 當年十年前 醫生已經叫你開 你不開 對 你沒有開 他說也不能這樣想 人生就這樣 所以我自己選擇的路 我自己選擇的路是這樣 假設是當時 中間什麼時候 二性提早發現 一件割掉的時候 你會覺得我多 器官 子宮的腳都割光 對 我都沒有希望 那我這時間來 我也充滿希望 有一天 是不是碰到白馬王子 對不對 我說白馬 黑馬也可以 對 就是 只要試拼馬就好了 而且我覺得看 正醫師的門子好棒 還可以有心靈的勾動 對 對啊 你這個病人 雖然是真的不信中的大性 因為他雖然是良性 但他一直持續在追蹤 所以他可以 雖然沒有在EA發現 至少還算是相對的早期 那可是有很多女生 不一定 他可能就錯過 像我們女生真的幾乎很多人 都會有 脊弓肌瘤這件事情 是 像我們以前去檢查 他說肌瘤 不是很大 還好沒有影響生活 再繼續觀察 就繼續觀察 可是有些人就會漏掉 繼續觀察這四個字 就覺得良性的 沒有症狀就算了 那之前就有一個50歲女生 她就是 曾經有過子宮肌瘤 然後醫生也說 事實上看起來是沒有問題 但是還是要持續觀察 然後她也沒放在心上 直到她又想說 奇怪了 為什麼最近每次月經結束之後 還是會滴滴答答的 後來直到拖到 覺得這個滴滴答答 也太常出現了 於是再去找副產科醫生 副產科醫生檢查 看起來陰道什麼都OK幹嘛 後來就做一下超音波 就發現這個肌瘤 那個肌瘤好像比她 之前看到大很多 那覺得說還是有狀況 應該要來處理一下 結果後來發現 原來那已經不是肌瘤 它那個可能 本來可能有包藏禍心 或幹嘛不知道 接下來發現 它是 它是一個惡性的癌症 而且因為可能 它相對拖得比較晚了 其實治療就相對比較棘手 就是很多人會想說肌肉 肌瘤怎麼良性 肉瘤怎麼變惡性 所以醫學上 我們這個範例這樣 我們幾乎都寫一個惡性肉瘤 不然他會以為是良性 但是像他惡 死亡力道 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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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所以真的不能覺得 是良性就可以不理他 持續追蹤很重要 另外一個 剛才有講到一個機胎瘤 機胎瘤很多人都說 就是不是爸爸媽媽天生 就送給你 那應該就沒問題 這也不一定 這個案例比較特別 那女生才三十多歲 她怎麼發現呢 她是有一陣子 她爸媽就覺得 我女兒是不是撞到鞋 因為她就發現 她開始情緒變得很暴躁 甚至有時候會突然變得一個人 就目光呆滯 難難自語 家裡想說可能是撞鞋 帶她去收金 收金之後呢 好像有好 但是突然間有一天 突然間就昏倒了 昏倒這個真的不能收金 就送醫院了 送醫院檢查了一輪 沒有其他神經學的問題 腦什麼都OK 就回家了 回家沒想到 後來又出現再次昏倒 而且這個時候送到醫院 發現她的心跳 心率變很慢 整個呼吸狀態都很怪 然後想說到底是什麼疾病 當時檢查還是正常 後來她運氣很好 因為她這個接手的醫生 她曾經治療過類似的狀況 就說有沒有可能很少見 但是真的發生在這個女生身上 檢查她真的被她發現 原兇是她有一顆 十幾公分大的肌胎瘤 那你沒想到這樣子嗎 對 然後她說 這個肌胎瘤 關我這個像住血一樣的 這個都有什麼關係 她說你這個肌胎瘤 罕見的 那這個自體免疫攻擊 產生了自體免疫 類似腦炎的症狀 這個腦炎 雖然比較初步 但是就是造成你這個 整個神經學相關的症狀 所以真的原兇是她 處理掉她 後續做一些治療 慢慢慢慢 真的有一些好轉 這個是滿少見的 但是確實 這個醫生滿高明的 他會想到說 這種少見的狀況 那這個肌胎瘤 它本身其實是良性剛剛說過 可是有少部分是惡性 就是剛剛講的 惡性生殖細胞瘤裡面 就有惡性的肌胎瘤 大概占百分之二左右 不是很高 可是一百個還是有兩個 我們一般看到這個肌胎瘤 醫生幾乎都建立你開掉 因為像巧克力兩種 我們一般現在會主張說 你想懷孕的時候 再開會比較理想 就是說如果不是太大的話 那因為很容易復發 那肌胎瘤的復發率 沒有那麼高 因為一般所謂復發 其實是因為當時 周邊沒有辦法拿得很乾淨 或是裡面上 你媽媽不會再送你一次禮物 對啊 對啊 有時候是對策 上次沒有發現對策 又現在長出來了 巧克力兩種是這樣對待 但肌胎瘤不是 大部分的醫生會建立 你手術拿掉 為什麼 它本身它是一個 就是單一顆 就像剛剛說的 沒有隔間 但是它裡面分很多層 可以看一下我的開刀的照片 肌胎瘤有很多 這一個是最過的他們的案例 它有一排牙齒 可以看到 有一排牙齒 有沒有 有一排牙齒 這個肌胎瘤 這個是比較少見的 非常非常含見的 這已經長得成人齒 對 你看左上角 可以看到它的毛髮有沒有 頭髮毛髮一大堆的 這種肌胎瘤 我看過大部分是頭髮比較多 那也有甲狀腺的 很多甲狀腺的 那我就有一次 我記得有一次 我在開刀的時候 用副槍鏡在開刀 以後在這邊拉東西 一個口腔外科醫生過來說 你在幹嘛 我說我在拔牙齒 把牙齒 那個人 怎麼那麼厲害 怎麼這麼神一連這個肚子 我說拔給你看 我就拔出來 我說一次兩顆 真的也要死 我說 因為我那時候已經 從那個腹腔進一個小洞 把他拉出來 後來他看到真的嚇一跳 我說就是雞胎瘤 那這種情形就是說 我們因為它的重量會不均勻 所以很多醫生會怕你 就是整個扭轉掉的話 就會劇痛 因為卵巢流 兩個常見合併症 一個是扭轉 一個是破壞 那所以這種就是 我們一般會覺得說 建議開掉比較理想 但是也有人也是不開 我有碰過一個案例 三十多歲 他一直追蹤 他就想說都沒有大... 有一次我說不對 我覺得你這個突然大很多 他說好吧 那就開掉 開下來 惡性 我說那也不知道 前幾年會不會良性 現在也不要後悔了 就剛剛我們講的說 事情就這樣 月經就恢復正常 懷孕 所以他說 我就跟他說 這個不一定不能生 你這種跟一般卵巢也不一樣 不一樣 子宮不要拿掉 對色卵巢不要拿掉 保留著 生育機會是有的 之前遇過一個 還滿有趣的一個案例 就是三十幾歲女生 然後他因為 肚子下腹很痛 所以他先去看消化內科 他說他最近覺得 尿尿尿不帶出來 然後肚子又很痛 然後消化內科就說 你這個不應該是來看我 你要去看婦產科 然後結果他去婦產科之後 婦產科就把他轉來急診 為什麼 因為婦產科 他就說他可能就是膀胱 膀胱就是 可能膀胱無力 所以他尿不出來 轉過來急診倒尿 我問了之後我就說 所以你尿尿會痛 最近尿不太出來 他說對啊 最近尿尿一直不是尿得很乾淨 然後他就說 那個婦產科有先幫他掃超音波 他就說看起來有一個 有就 尿滯流嘛 所以轉來急診 我們就幫他擦尿管 擦完尿管之後 確實尿出來也沒有很多 三百多CC 看起來三百多CC 應該理論上不會那麼 膀胱那麼脹的一個照片 對 所以我等他尿完之後 倒完尿之後 我就說都光了 我們再掃一下 就還是看到一顆 我們就再會診一次婦產科 結果那女生就在那邊說 可不可以先幫我打止痛 因為他很痛 然後說你們倒尿是不是 幫我弄到什麼 就是破皮 然後打了止痛藥之後 他就一直痛到在那邊冒汗 然後在那邊哀嚎 然後那時候就是很好玩 就整個急診 那時候好像四點 半夜四點多 都很安靜 就聽到一個女生這樣 就叫得很奇怪 然後布連拉起來 然後反正就家屬就一直在那邊說 那是怎麼樣 然後我就趕快去抠婦產科說 你再下來看他一下 我覺得他那個可能是 卵巢產科 卵巢產科 他說卵巢扭轉 那要不要先做個電腦斷層 就去看 確實是一個卵巢扭轉 有時候卵巢良性的水流 不一定要開刀 可是當它大於六公分以上的時候 其實它還滿容易 因為它重量的關係 會導致它扭轉 然後我會扭轉的時候 其實非常痛 非常痛 可是柯醫師 如果它沒有長東西 卵巢有可能扭轉嗎 有 也會 我們就水流 很少見 卵巢本身扭轉有 因為我有一次真的是下腹痛到 我是因為別的原因 最後檢查出來別的原因去急診 然後我那時候一去急診 說很痛啊 怎麼樣 然後我也是冒冷汗 然後我當然沒有叫 但是我就一直 然後可以跟我打個招 妳為什麼不叫呢 因為我可以 妳哪裡扭轉 就是沒有 然後醫生那時候 我就說我真的很不舒服 然後給他 就是跟他比位子 因為其實我已經痛到 跟我們不知道在哪裡痛 這樣 然後醫生居然 就是斬釘截截的說 妳卵巢扭轉 然後我一聽到在病人 然後我說 我又沒錯什麼事 他為什麼會扭轉 你都不知道我們搞完扭轉 有多痛 你扭轉 你不知道搞完會扭轉 你會... 有啦... 他不硬講 可是我... 不是搞完才扭轉 還沒搞就扭轉 因為我沒搞的時候 是才扭轉 我那時候 因為軟炪會扭轉 真的 軟炪扭轉有啦... 但是其實我們 大家都不知道說 我們的那個卵巢 其實它跟子宮有一段距離 那有個卵巢認代 有些人比較長一點 他本來就常常在轉的 只是轉過去以後 被腸子卡住就轉不回來 那叫扭轉 所以其實很多時候 為什麼軟炪扭轉 常常在五到十公分的流會扭轉 為什麼大顆的 大顆轉不過去 小顆的轉過去就又轉回來了 有些人他就變換姿勢 跳下去又正常啦 對 因為那一句 我很不舒服在急診室 然後醫生一直問我一些 很害羞的問題 對啊 你幹嘛用那麼奇怪的姿勢 對 他發射你誰 是不是有興趣 那個是指 黃給破壞才需要問這麼多啦 你又不是黃給破壞 我不是啊 我不知道我怎麼了 但最後完全是另外一件事 我真的記得我們寫過軟炪扭轉 是有一個 搖那個很重的呼拉圈 呼拉圈 對 有一次這流行 那個很重的呼拉圈 誰管做的 結果搖... 後來突然間劇痛 我那個病人是 對 那個大概 隔年請前後 他那時候你有採訪嗎 他... 結果他不知道 他長兩顆那個雞胎瘤 兩個都扭轉 而且都轉頭幾圈喔 然後差不多720度 還1000多度 就是不是那個三百六十度而已 然後你先來 兩個都黑掉了 兩個都抽血 所以他... 還好他有更年齊 所以也... 也把他拿掉 如果年輕的話就麻煩了 是喔 對 所以卵巢本身沒有長瘤 他也能扭轉 只是大部分的人是會轉回來的 說話大人 你跳一跳就好了 還是什麼 沒有 我沒有扭轉啦 他懷疑我... 他懷疑我太激烈 是跳舞的都還能扭轉 跳舞太煩了 好 我們接下來要看 還有什麼 我這裡跟大家分享一下 肝臟裡面的一些良性跟惡性的 一些腫瘤啦 就像剛剛陳醫師跟鄭醫師說的 其實我們在肝臟的腫瘤 也是分良惡性 良性其實像是肝臟的囊腫 就是我們俗稱的水泡嘛 還有血管瘤 其實是非常常見的 我相信大家應該會做過健康檢查嘛 都會做父母超音波 那其實每次超音波做完以後 都...醫生都會跟你說 你這個肝臟有長水泡 有長血管瘤 大家每次聽到瘤 就整個灑住了 都覺得人生都放跑馬燈這樣 是啊 對 那其實血管瘤很常見 它是肝臟最常見的一種良性腫瘤 其實這個大家不用太擔心 最終就可以了 那局部節節性增生 其實也是一種良性腫瘤 只是它的外觀 通常長得有一點像壞的 有點像是癌症 所以大家其實有時候 對於局部節節性增生 有時候會需要再做其他的檢查 像電腦斷層等等的 那另外惡性的部分 就是我們說的癌症 那最常見的 其實我們會聽到的就是肝癌 肝癌其實我們就要看有沒有 所謂的高風險因子 像是B型肝炎的患者 C型肝炎的患者 甚至是有 風化的患者 相對來說 癌症的風險就會比較高 所以可能要特別的去注意 那其他的轉移性癌症 那就更不好了 通常有到轉移性癌症 就代表你其他地方 可能通常都是消化系統 或者是肺部有長了腫瘤 那個腫瘤細胞就沿著血流 沿著淋巴跑到肝臟去定居 這我們叫做轉移性癌 一旦發現這種癌症 通常都是末期 所以是比較 是比較遺憾的一個結果 那其實我在這裡 沒有特別提到 就是一個肝臟腺瘤 其實腺瘤這個東西 是一個比較奇妙的東西 雖然我們歸類為良性 但是其實腺瘤 它其實是有潛力變成癌症的 我們這種叫做癌前病變 它常見是跟所謂的 我們避孕藥的使用有關係 所以說如果是女性 有時候我們如果發現 有肝臟腺瘤的產生 那病患同時也在吃避孕藥 歡迎幫我們都建議 你先停避孕藥看看 過個三個月 我們超音波在追蹤 看她會不會說 大部分人都會自己縮小 甚至消失的都有 但是如果沒有的話 可能就要做後續的一些治療了 我在這裡跟各位分享一個 我一個患者 一個40歲的女性 當初來找我 就是說病齊的脂肪肝的追蹤 但有一次追蹤 今年追蹤的時候發現 奇怪這是怎麼多冒了一個陰影 三公分的陰影在左肝的位置 當時我看了我就覺得很奇怪 我就幫她排了一個電腦斷層 電腦斷層的結果她說 高度懷疑是肝臟腺瘤 那我們一聽到腺瘤我就想說 是不是有在吃避孕藥 我就問病患說 你有沒有在吃避孕藥 然後她就說 有 我因為最近在調筋 我已經吃了大概半年多的避孕藥 然後我想說 那這樣子的話 我建議你避孕藥先停掉 然後我們過兩三個月 我們參與波再來看一下 但是病患就真的很焦慮 很緊張 她覺得說你怎麼沒幫我處理 然後她後來就跑去其他醫院去 然後去醫院以後 她就要求那醫生幫她做手術 切除那一塊地方 後來她病患就真的 切掉部分的左肝還有腫瘤 就切下來結果 病理結果完全讓大家跌破眼鏡 也不是我們的肝臟腺瘤 它是一個良性叫 局部節節性增生 我剛剛有跟各位提過 局部節節性增生 它其實外觀看起來有點像腫瘤這樣子 是 所以說這個故事告訴我們說 其實有時候肝臟發現腫瘤 即使是你作用很機密 像電腦斷層 核瘤公正這些檢查 有時候也不一定可以告訴你 它真正的病因是什麼 那並且有可能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說 有時候應該要多跟你的醫生討論一下 有時候追蹤 可能比茂然直接進行治療來得更好 2022年 2022年 1月1日 是 我永遠都記得那一天 那一天我被媒體視台 看一下我的照片 真的喔 因為那天我在臉書登了一張 超音波的照片 懷孕了 結果都會出現 對 我拿到人家給我媽看的時候 我媽記得說 你這麼有錢 這麼有錢 這麼有錢 那結果所有的媒體 全國大小媒體紛紛報導說 苦臨得癌 而且感覺有一種 苦天同慶的感覺 好美容 剛好跨你了 所以我就 而且很多人跟我打聽 說你覺得他還有多少日子 對 沒有啦 幾家歡樂 幾家愁浪 前一天還是喝酒吃飯 怎麼可能呢 所以我就不理他 但是不理他 結果我阿姨打電話給我媽說 你要怎麼辦 你兒子要死了 這要不行了 趕快出來陳提 我說這是腫瘤 而且他也切除了 所以這個事情就 鬧了一大圈這樣 可是重點是 我今天要告訴一件 大家都不知道 他不是肝腫瘤 腫瘤 而且是我二十幾年前的 一顆腫瘤腫 對 所以這個事情 真的講也非常離奇 我最早是在前年的時候 開始就出現 嘴巴會很鹹 鹹 鹹 不是苦 是鹹 然後耳鼻嚴重 然後常常會覺得很疲憊 那人家就介紹 我去看一個中醫師 這個中醫把我看了之後 他說 妳是腎虛 他有特別強調 腎虛跟腎口 這個西醫肯定是 他講一個西醫的 然後呢 可是很奇怪 他居然建議我去看 西醫的肝臟科 然後我就去西醫 看一個肝臟科醫生 他看了之後 也沒有告訴我什麼 他就說 反正你還好啦 但是你指數有點高 所以你要吃藥 自費的藥 而且要吃一輩子 我覺得很奇怪 你也沒跟我講什麼 GOT GPT多高 也沒有講什麼 然後就叫我 什麼症狀 就要吃藥 對 而且那藥很貴 一個要一萬多塊 對 所以我吃了三個月 我就不吃了 我就跟他說我不吃了 他也沒理我 他說那你不吃就不吃吧 就算了 對 我覺得這是第一個醫生 我們要記得 然後我就覺得不對勁 有一個醫學院的教授 他不是醫生 他就建議我 他說你這樣的話 不然你去檢驗一下 你的肝病毒的數量 結果一測 我的肝病毒數量 四百萬個 那是非常多的 因為站長是十個 對 結果四百萬個 那我就覺得非常害怕 然後又去找了一位 我那是教學醫院的副院長 我去看他之後 他居然跟我說 你這樣沒關係 我說你不要照個超音波 他說不用 我說那你不要用個血嗎 他說不用 我就給他看我的報告 那四百萬個病毒 怎麼辦 他說你跟他和平相處 就把我趕出來了 連藥都沒有給我開 我是想說 肝臟全微 因為我人也有這麼差 然後課車出來之後 我過了我在車上 看著外面 撥框凌凌的湖水 想說這真不行 於是我們就開去一個 地區的診所 它是肝膽腸胃科的 然後照超音波 一照就是這一張 十四點五公分的腫瘤 對 奇怪 前面 而且他就非常奇怪 他說你都沒有照過嗎 我說我一年前才看過 不到一年前才看過 那他說一年的時間 不可能總流長這麼大 那個醫生到底有沒有 幫你看超音波 我說我也不知道 怎麼會沒有看呢 然後怎麼會說我指數高 也沒有講清楚是什麼 所以我就覺得非常奇怪 我說那怎麼辦 那我趕快把它切掉 他說 他說因為你現在肝病毒很多 數量很高 所以要讓我們要先吃藥 把這病毒降下來之後 才可以動到 然後那個藥 又很貴 又很貴 我就不曉得到底是怎麼回事這樣 反正就吃藥 我們要聽一聲的話 然後等到吃了後來 我的病毒指數真的降低了 然後要去手術了又疫情 所以那我一直問他說 那這到底是良性還是惡性 他就說 這個要等手術切片才知道 是 那 因此我心裡就很害怕 就害怕的結果 就得了憂鬱症 而且我不是自己講的 是我去身心科診所 拿藥 拿這個安眠藥的時候 醫生自己發現 你憂鬱症了 那時候非常的嚴重 我那時候 我甚至不敢 不接所有的通告 因為我怕講錯話 我一輩子都胡說八道 你講錯話你這是什麼 對啊 然後演講也講到快昏倒 是 然後就什麼事情 都沒辦法做你知道 然後 所以我就趕快把我的保險單 都拿出來給我老婆說 到時候你就這個電話 下回有保險套拿出來 對 然後房子 然後房子已經是他的名字了這樣 然後 可是那時候真的會 真的不想活 所以大家真的 憂鬱症這種事 真的不要小看他 真的救護員工 就覺得活著沒意思 就不想活了這樣 結果最後終於等到 可以手術了 結果手術呢 就是 入肌另外再打兩個洞 把它吸出來 一共一千一百公克 公升 是 所以是相當大 CC 然後醫生再告訴我說 CC 豪森 他說那個不在 不是公升 豪森 公升就嚇死了 公升很多 然後 你怎麼看掉了 對 然後他說 最重要的是他跟我講說 你那個腫瘤是在腎的 因為我二十多年前曾經有去照過 超音波 腹部超音波 照到說我腎有一個很小的男腫 對 像大概像 沒有乒乓球那麼大 所以那醫生說怎麼 我說怎麼辦 他說醫生說只要他不要被撞破 然後他不要變大就沒事 所以我後來幾次 體檢照超音波都沒有變大 所以我沒有理他 對 但是沒有想到 就在二十幾年後 他忽然有一天 長成像葡萄柚那麼大 而且被認為是肝腫瘤 他從腎 對 變跑到肝這邊來 很接近 所以以上就是我的小腺筋 這兩邊都像腺筋 我的腎臟小囊腫的奇幻之理 太靈職了 這故事 真的太靈職了 二十多年終於長大成瘤了 因為第一個就是說 一般我們不管在肝臟 腎臟有腫瘤的時候 其實一般我們會做一個 穿刺的一個細胞化驗 這是一個很基本的東西 我要請教這個穿越的醫生 為什麼我一定要把肝病毒的 數量降下來才可以去手術 而且搞了半天 我那個囊腫根本不是肝的 根本是剩的 而且所以在之前的 覺得是肝臟有問題 第一個就是我剛才講的 就是說應該要穿直細胞 第二個就是說 他應該要把你抽一個 Alpha-Photoprotein 這個東西 就是甲型胎兒蛋白 胎兒蛋白 對 看看到底有沒有升高 他才能夠去稍微再做 下一步的一個動作 那再來就是 現在V肝 因為他在治療的方式是說 假如我有V型肝源的 病毒指數很高 可是我想 虎雲大哥應該本身是沒有 V肝抗體嘛對不對 因為我原來就有V肝帶原 對 但是一直沒有過 那所以一般如果帶原 病毒量很高的時候 可是你的肝機能 GOT GPT 都是正常的時候 現在不建議特別去做治療 反正反而你修身養息好 之後他病毒量就會下降 然後再來就是說 您最後的這個結果是一個 所謂的腎囊腫 就是我們剛才講的那種水泡 就是一個單一的那個水泡 比如說他有壓迫症狀 開始讓你有這些腰痠背痛 然後甚至讓你覺得就是說 血尿 蛋白尿開始跑出來 或那個幫你做一些尿液檢驗 或者抽血發現你腎機能 開始在衰退 這些東西才是需要 假如你本來就知道 它是腎囊腫的這個水泡 你需要處理 大概就這幾個原因 可是如果14.5公分 還不要處理 因為實際上來講 有時候他可以追蹤 對 除非說您是一個運動員 他很容易撞一撞 結果橄欖球這樣撞一下 我也是有在做一些 比較和緩的運動 其實那個瘤跟癌 其實還是有很大的差別 可是很多人一聽到瘤 他就想說 這就是癌症 這就是癌症 我最近遇過一個還蠻好玩的 還蠻好玩的一個個案 就三十幾歲的一個男生 然後他來就說他上腹很痛 然後就一直在 噁心嘔吐 然後一直在那邊哀哀叫 那他一看就知道是媽寶 然後好像就是躺到病床上面 就好像四肢癌瘓一樣 因為他進醫院第一次 被診斷出來試試 是嗎 媽媽 對 媽媽 喝水 媽媽媽去倒水喔 然後我就說你腳有撞到嗎 沒有啊 那你怎麼自己不去倒水 他說我肚子很痛啊 然後想吐 然後反正他媽媽就說 他會不會腫瘤破掉 會不會腫瘤破掉 我想他三十幾歲 怎麼會腫瘤破掉 媽媽就說你不知道我兒子 他就 這個三十幾歲的年紀 還鼻肝帶也其實不多 因為很多人都打疫苗 他說好像疫苗沒有 反正他就檢查出有鼻肝 那還帶原 然後就說什麼 之前檢查的時候 醫生跟他說有一顆腫瘤 有一顆癌症 我說癌症 那有沒有去做穿刺 有沒有去做什麼治療 燒瘤 電燒什麼的 他說都沒有 有沒有做切片 也沒有 他說那癌症 那後來醫生怎麼說 他媽媽就跟我說 醫生就說兩公分多 就追蹤就好 我說兩公分多追蹤 聽起來就很怪 可是病人就一直在那邊 哀哀叫哀叫說什麼 他肚子很痛 然後我們幫他抽血檢查 確實 肝指數 膽指數 膽指數一點點上升 可是肝指數還滿高的 GOT GPT 其實都兩三百 那後來胰臟指數又補出去 對 可是那時候胰臟指數 他沒出來 變成就痛到在那邊冒冷汗 我就說既然那麼痛 我們還是幫他做一下電腦斷層 因為看起來指數都很高 結果看完之後 我一直在想說 癌症在哪裡 我看不出來 我來叫我學妹說 學妹 學妹 你來看一下 你有沒有看到什麼腫瘤 看一看也沒有 然後我們就打電話問放射科醫師 放射科醫師看一看就說沒有 他就一個血管瘤 兩公分 我就跑去問媽媽說 媽媽 你說那個癌症 是不是兩公分 他說對啊 醫生說兩公分 那醫生是跟你說癌症嗎 還是說是瘤 我不知道要跟我說就是 然後他就一直是肝癌 然後後來胰臟指數就 報告就發出來 後來他姐姐就來了 最不想讓我們做電腦斷層 後來應該是病人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他姐姐說 他媽媽自從他弟弟 檢查出有這個癌症之後 就把他當寶貝一樣 他們家是賣吃的 可是 他無所事事他就是 大家就是 每天找酒肉朋友去喝酒 對 對 然後喝到 強大發育 以後過了好一點就對了 對 那是酒人士 幾歲之後 就沒有工作過 出社會就到三十幾歲 差不多也有十年了 然後就有那一次 被我們發現之後 我覺得他可能有日子就很難過 一句話 我們最怕醫生跟我們講什麼 講什麼 病人想吃什麼就給他吃什麼 這個真的是很可怕 可是剛剛那個男生 也不是自己無聊的想像 是真的會有人腫瘤大到 有可能破裂這樣子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 那個時候我報到一個女生 她也是一開始 然後可能後來開始 因為帶緣之後 可能病毒量高 那醫生會覺得說 現在是盡量 你不要讓他很高 你要控制下來 以後得癌症的機會 才是低的 而且還會叫你說 要定期什麼門診 超音波什麼都要追蹤 可是他就覺得 我追蹤了很多年 因為他是很年輕 就知道帶緣了 他就追蹤很多年 都覺得沒問題 他應該就沒問題 醫生我都跟你在一起 十年感情 他應該不會 他就決定他不要追蹤 也不用控制 他們應該沒事 那出事是哪一天 大概幾年 幾年沒追蹤之後 有一天 他就是出國 他去日本 去日本 當然就是去樂園玩 去樂園玩 玩那個雲霄飛車 什麼自由落體 突然間一個高速的那種 一個這種 大家有看那個 自由落體那種 捍衛戰士就知道 拘力很大 沒有 就力量很大 他突然間就覺得 突然肚子爆痛 然後想說怎麼回事 為什麼在日本 然後肚子很痛很痛很痛 送當地就送急診 後來才發現 因為他其實 這麼多年沒追蹤 他肝臟真的長了腫瘤 而且腫瘤很大 在那個劇烈的那種 震盪之下 肝臟腫瘤破掉 所以其實 那個男生可能是 看了新聞之後 自己引發說 有可能這樣 可以跟他媽講 我肝的腫瘤破掉了 好 那 我們後續要有追蹤嗎 對 追蹤 醫生都叫人家要追蹤 人家都懶得去 追蹤 要追蹤嗎 不過後來 對 也沒有到很乖 可是我後來去做體檢 這真的很神奇 這其實連那個醫生 就是第三個醫生 他都覺得很奇怪 因為他說 我給你吃藥也吃不到半年 你的病毒 怎麼會從四百萬 剩下到四十個 對 就極速的消失這樣 然後我去體檢 我想到我這個年紀很少人 我都已經嗶嗶嗶了 那種三生無奈了 我們買進腦票 結果我所有的 這個健檢的數字 沒有一個紅字 我一場變成又健康寶寶了 所以各家廠商 紛紛的來找我要代言 好奇妙的人生 我說讓我跳一下 讓我跳一下 但是我覺得這個是 有社會責任的事情 所以我不敢講說 因為我當然也有 吃一些所謂 這個食物的東西 但是我覺得 我不敢證明說 那個是跟我的病好有關 其實是良性腫瘤 追蹤還是有必要的 那為什麼要追蹤 其實因為就算是良性 它不會變癌症 但它還是有可能會變大的 就像剛剛蘇星傑講的 如果它大到一定程度 你有可能只是因為碰撞 它就破裂了 它不一定要變成癌症 會對你身體造成影響 它可能就單純的撞擊破裂 就有可能會出現 造成一些內出現 生命危險 其實是有可能的 我這裡分享一位我的患者 她是一個四十歲的女性 那其實她來找我的時候 她覺得她肚子什麼 覺得這半年來越來越凸 她覺得她好像長東西 超音波看下去 是一個 那這種水流其實一般來說 它有可能會造成一些 器官的壓迫或是症狀 那甚至它有可能會影響美觀 就像這位女性一樣 她肚子就凸凸的 人家就以為她怎麼了 好像變好了這樣子 後來我們看到水流 我們是想說 一般我們不建議不要處理 因為水流抽掉 那些水很快又會再漲回去 我們一般的建議是追蹤就好 但是她就很強調說 我這樣子變很胖 我老公會不愛我這樣子 我說好吧 那不然我們來抽抽看好了 那我就抽了 就抽了大概快一公升的 那個液體出來 把她的水流抽乾 她就很滿意 肚子整個消掉 她就很開心 我就回去了 然後大概過三個月後 她又回來了 她說醫生 我肚子又脹起來 後來我想想說 這樣子讓她良性的問題開到 好像也不太好 不然我就用一個 比較特別的方法 我們就用那個引流管 就是先扎針 扎進囊總裡面 用引流管 你把裡面的液體全部放乾 然後囊總就會消掉 接下來我們就灌 高純度的酒精進去 因為那95%的酒精 它其實會有一些燒焦 它會把這個囊泡的內裡 那些會分泌液體的細胞 給燒壞 燒壞以後 那些水就分泌不出來了 所以其實這種就 酒精燒焦素 其實有時候 我們會拿來治療 肝臟囊總 反覆性肝臟囊總 復發的一些問題 但是缺點就是 在灌下去的時候 病人通常會喝醉酒那種感覺 那種酒精在身上 沒有病人會不會說 醫生我用喝的可以嗎 十五 那幾幾八十還高嗎 沒有 要讓病急宿院 然後一次只能灌一些 灌一些 分好幾天灌 然後灌了以後 就讓他讓 就是酒又翻來 他們就每天在醉 對 其實就是 是一種方法 而且一次不能灌太多 因為灌太多 那個酒精濃度太高 病患會醉酒 醉到可能會出一些病發症 所以我們就要住院 分好幾次 每次灌一些灌一些 讓他連續四五天 都呈現酒醉的一個狀況 好合理的喝醉 今天我們聊到了腫瘤 當你自己發現身上有腫塊 或者是檢查之後 有腫瘤的時候 也不要自己嚇自己 對 不要緊張 一定要跟醫生確認 再確認到底是什麼問題 多諮詢醫生 做最後的確認 而且一定要定期追蹤 對 定期追蹤很重要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別忘了訂閱我們YouTube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收看我們最新的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采內容 快點選旁邊的影片喔